现在咱们只需要等熔炉里的铁烧出来就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 在本次的使用之中 只要我走过的路就会变成钻石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呢 本次的点赞如果是双手的话 那么就立刻跟您下一期 只要是被我身体触碰到的地方 就全都会变成钻石 相当于我就是不能去碰这些树木 我需要与这些树木保持一定距离再去录它们 要不然这些树木直接就变成钻石了 我就没有办法获得木头了 好 然后这边已经获得了木头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只要我踩过 这 这上面 上面也变成 肯定是刚刚跳下来的时候 去顶到上面了 那没有办法 现在赶紧来做一个工作台 好 现在有木稿了 有了木稿之后咱们就需要做石稿了 从石稿之中咱们再去采矿 然后去拿一个铁稿 然后只要有铁稿 只要我踩过的地方就会变成矿物 我就有无限的钻石了 只要是做出了铁稿 我就变成了整个世界里最富有的人 哇 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我踩过这样 全都会变成钻石 我身体触碰到的 无论是左边右边也都会变成钻石 那么现在赶紧来挖一些石稿 挖一些石稿 然后咱们先做一个石稿 然后再找一些铁 这边刚好有一个峡谷 从峡谷里肯定有很多铁 然后再来找一些铁 然后咱们直接做出铁稿 咱们就变成最富有的人 哦 找到铁 找到铁了 有铁 有铁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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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咱们再挖一些煤 然后咱们来做一个熔炉 就可以去烧铁 然后就有铁稿 有铁稿 咱们就有无限钻石 哎 来做一个熔炉 好的 熔炉也出来了 好 来 煤炭 铁 哎 好了 现在咱们就只需要等待 等待的时候 咱们也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啊 咱们直接把附近所有的地方 全都来变成矿物啊 这些铁咱们也完全不要了 不需要这些铁了 现在咱们只需要把整个矿洞 变成一个钻石矿洞就可以了 现在咱们只需要等 熔炉里的铁烧出来就 哦 好多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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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可以可以可以 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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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铁稿出来了 铁稿出来了 这次千万要小心 千万不能再去踩到熔炉上了啊 好的 铁稿出来了 我有铁稿了 哇 全都给它挖掉 全都给它挖掉 哇 全是钻石 哇 爽爆 全是钻石 这边还有一些铁也一块给挖掉 以防铁不够啊 咱们可以多做一些铁稿啊 整个这一块全都是变成 咱们的钻石矿啊 哎 钻套到手了 哎 钻套到手了 哎 再做个钻石裤子 哎 钻套 成形了 哎 一套钻套 咱们就出来了 哎 非常的快速 哎 非常的有意思 是不是 哎 这个就完全不需要惧怕 就挖半个小时 挖一个小时 连一个钻石都找不到 完全不需要 哎 只要我踩到的地方 就全都是钻石 哎 看到没有 就走到哪哪都是钻石 哎 我就可以一直往下挖 哎 大家可以看到 哎 我就踩过地方我就是钻石 哎 我就 哎 我就一直往下挖 我就能一直有钻石 哎 这个挺有意思的 哎 我一直往下挖 一直有钻石 哇 无线钻石 无线钻石 哇 好爽 好爽 哇 能一直挖 能一直挖 一直有钻石 一直是钻石 我的天 哇 好爽 哦 哦 哦 不 啊啊啊 world function 下 hop 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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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